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现在有很多的12年级的高中生 都为了申请大学忙得不可开交 不过申请大学的准备工作 绝对不是要等到12年级才开动 11年级的学生应该现在就开始 但是该从何开始又应该做些什么 才可以有最大的加分 在明年的此时 可以气定神仙的申请大学呢 今天我们还是有请专精 高等教育法 以及这个税法的两位升学律师 梁万里律师以及销汇利律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您分析 欢迎两位律师 欢迎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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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12年级生其实很惨 懵得很紧 但是11年级其实也不应该 轻轻松松地在那边看好戏 对不对 对 我们一样开工没有回头剑 开工没有回头剑 现在11年级生 其实很快 是 他们正在磨剑的阶段 是 是 是 要把这个剑磨的力 然后量 然后有金 含金量要够 要够 目标太多了 要考试 对对对 要做义工 考试还有AP 到底要设什么 只有一键而已 对 所以其实 一键一次 所以这个要能够 要能够专心 Focus 最主要的目标就好了 就是分数 GPA 还有SAT或是ACT 至于义工的话 如果你没有考好的分数的话 放在后面 你先考好先 因为要供含金量高的Summer program 就是1月份2月份的时候申请 这个暑期班还是可以 对 如果你进了含金量的暑期 program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OK 那个也是课外活动 算是课外活动之一 对 下一个我们就是说 我们通常都是暑假的时候去补习 然后再来考SAT 那我们在补习的暑假 可不可以说成一个课外活动 这样子 可以写吗 不好意思写吧 不好意思写吧 对对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过来 想一个基本的问题 11年级 你是GPA重要 还是课外活动重要 还是ACT SAT重要 这三个来权衡 是 所以我们的重点 申请学校这么多元素里面 事实上当学生最大的本分 学校功课 没错 所以GPA一定要搞定 特别是11年级 现在它的GPA 因为开始修很多很多的AP课了 所以我们建议呢 就是上学期的时候 把你的GPA搞定 然后呢 把这个ACT或是SAT把它搞好 然后明年1 2月的时候呢 就可以来申请含金量 特别高的暑期活动 那但是就是另外刚刚律师也提到了 就是很多人会把 这个课外活动 然后把它当成是个很重要的一环 然后呢反而忽略到这个分数 明年现在你是12年级 你的GPA不到位 你有好多好多活动 对 那你觉得你现在回头过来想 是不是GPA会更重要 是 没错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 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对 我们当学生最基本的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们希望11年级考好试 SAT考好12年级就不要考了 不然的话就是火嚣屁股 很紧张 很紧张 那时候狗鸡都会跳墙的 是是是是 对那讲到这个SAT考试 那其实之前有一些更动嘛 对不对 新改革啊 新改革的 明年3月份 对 所以变成11年级就变成一个矛盾 是不是又要去补习 所以而且有没有就题 那怎么办呢 对惨了没有模拟考了 没有的补 怎么办 其实是有 这变成SAT这特别是论文 变成好像律师考试一样 你要写得上律师就过关了 是因为他们这个真正的改变 就是说我已经不考冷门的单字了 那你觉得这个是比较简单还比较难 我觉得这有陷阱 有陷阱对 事实上是更难 然后他不考冷门单字 然后接下来呢 论文是选考题 考还是不考 当然考啊 是啦 而且呢他论文考题写作的部分 25分钟变成50分钟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方向上 更难掌握了对不对 对所以十一年级的学生有可能说 我先让其他人先考一下 拿些考题 我什么去补习 我明年十月份再考 那个时候有可能很紧张的 所以我建议十一年级是这样子 你要勇气一点去三月份考 其他人怕你就去往前冲 你考得好呢 那个含金量就更高 但是很多人说好那三月份去考 那我要怎么做准备呢 找万里 因为呢新的SAT的考试 就像是律师的考试 他的论文里面呢 他是考很多跟这个美国历史 国会结构 独立宣言 马丁路德金的演讲 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 有关美国宪法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真的又回到我们这个万里 这个回到说写的像律师 说的像律师 可以帮助大家 把这个SAT新的准备好 那所以呢 我们回到说我们学生的本位 还是把GPA 还有我们的基本成绩把它搞定 对那之后 你就可以好好再去准备你的 比如说你的义工 志愿工作课外活动 这些你还可以有时间 来去把它拉高 对不对 万里是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看你好像很想要去补充一下 所以就再加讲 特别的学生 现在十一年级 有可能好像在森林一样 这个太暗了 你要那个需要一个指标 一个Compass 所以不要做太多事 做主要的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是十一年级 现在应该要做的本分 也就是这个分数上面 要把它拉高 但是呢 其实还是很多人觉得说 这课外活动也是不能忽略啦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广告过后我们来谈谈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活动 我们应该来选择 其实这也是 也是能够提高你含金量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对不对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稍微休息一会儿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